当大S的剧经验手牵手压马路秀恩爱上热搜的时候 她的前婆婆张岚也上热搜 只不过这次又是被骂上去了 去年9月份张岚发布了一条视频写道 如果一个人一直快乐那一定是装的 一直不快乐那一定是自找的 有网友在下方评论这句话是说给大S听了吧 没想到张岚还真的在这条评论下方点赞 明晃晃内涵大S快乐是装的 不快乐是自找的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9月份 汪小飞和大S还没有离婚 直到11月两人才正式官宣解除婚姻消息 那时候大S还是张岚的老媳妇 和汪小飞的关系也比较紧张 张岚这一点赞无疑是火上浇油 如果不是后来 汪小飞被派到婚内出伪张一应 估计大S又要无怨无故挨骂了 网友们再次翻出来张岚当册这条评论 纷纷吐槽有其目必有其次 简直是阴魂不散 大S和汪小飞离婚前后 张岚都没少出来发表一些均有加速的回应 为了刷发好障碍以后 真的还是别做这样的事情了吧